基隆市政府在 基隆市一位在 新北市政府在 新北市政府在 实在是太开心了 今年8月中旬 新北客运589路线 将开始事办每天8个班次 从基隆监理站起站出发 经过福武街 一路经过明德三路 到七堵和系纸交界的摩天镇社区 最后到台北南港车站 机动市境内总共设9个站 载运百福社区内 独北百福和实践3个里 以及独南里总共4个里的通勤民众 往南港车站方向 通勤上班上学 首先要谢谢我们的里长 跟我们的翼座们的强力的需要拜托 那我们跟新北市的 租副市长沟通过了 那新北市副市长也跟交通局拜托 那当然这牵涉到私人的企业 其实是有相当的难度 我们来回也沟通了快三次 那最终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 跟新北客运 愿意协助基隆 也表示两个地方是一家亲的 一家人 那让我们李明 让我们的翼座 都觉得对李明可以交代 再一次谢谢新北市政府 那马上就要开车了 我相信学生们会非常开心 还有到新北上班的人 也会很感激 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 对不起 基隆市政府 谢谢 这是在七土区四位市议员 蔡旺莲 杨秀玉 张耿辉 曾宜芳 以及独北里长谢梦翰 百福里长何梦翰 实践里长张小梅 和独南里长于佩如 四位里长积极争取下 市长谢国良指示 副市长邱佩玲 透过基隆新北平台 协调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和新北客运 解决跨县市客运路权问题 顺利争取到新北客运 589路线 最快8月中旬 就会开始进入 七土百福社区和赌南地区 总共9个站点 载运通勤民众 来往南港车站和百福社区 解决近20年来 百福社区以及赌南地区 通勤民众没有接驳 公车或客运 进出这段路的困扰 这样可以解决他们上班也好 去到汐止南港这方面的这些 我们不只是买菜 尤其是国泰医院在那边 早上晚上都会上下班 当然百福车站提供给我们 很大的方便没有错 可是不足的地方放在我们百福社区有 一二十年来我路过到百三街 我一看到我都不好意思 我不敢当他们的一切 我是议员 因为我真的信中有贵 因为这个有关与道友 路权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真的代表百福社区 还有我们四位里长 我们真的特别非常感谢 今天到双北上那个蛮多人 那组很多 真的很多很多啊 昨天正要到我们这边就一个 如果不愿意配公司的话 那现在可以就可以专门 我们就1031 对1031 1032其实都不太够 那加上那个兼具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议员 其实在议会都有提出非常多 就是需要这个公策的需求 但是因为跨县市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结合 所以这次非常感谢副市长 咱新北市政府 庆祝两市合作 顺利开通事办这条客运路线 副市长邱佩玲和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莲 张耿辉以及曾宜芳和四位里长 特地带着新北市交通局副局长等人 一起到百福社区信仰中心 百福宫拜拜 感谢妈祖保佑 顺利开通这条路线 造福更多百福社区 以及赌南地区的通勤民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报导